桌球双打规则及跑位 哈喽大家好我是刘永辰 今天想要跟大家讲桌球双打 我把它分成五点 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点 一人发两球 十比十的时候deuce 一人发一球 连得两分拿下一局 第二个 发球触网 如果有弹进有效区域内的话 重发 单打发球的有效区域是整张桌子 双打呢 双打的有效区域则是由右到左的斜线 如果一直触网就一直重发 第三点 双打发球与接发球 我想了一个口诀 十个字 发球发斜线 发完记得转 我再讲一次哦 发球发斜线 发完记得转 转是什么意思呢 转就是换位置 好 这里举例说明 AB站位一前一后 C树站位一前一后 假设A先发球 C先接球 A发完两颗之后 要跟B选手去做换位置的动作 C株不动 自然就是换C发球 B接球 所以呢 也可以想成 接发球的人 变成发球 第四个 双打在对打的过程中 一定要一人打一球 如果是两个右撇配双打 你会发现它会形成一个顺时针旋转 如果是一个左撇配一个右撇 那就会形成八字跑法 所以几乎比赛都会看到 左撇配右撇 因为这样子比较不会撞到 那为什么两个右撇要顺时针旋转呢 而一左一右要八字跑呢 因为桌球基本上 谁先拉球 谁就先站上风 所以基本上 双打的发球要发短 出桌就要拉球 而上述的跑位方式 就是要让正手位的空间可以变得更大 更有机会可以去做拉球的动作 第五点 再来是比赛开始的时候 一旦你决定好了谁先发 谁先接 中途的过程中都不能改变 如果第一局决定A先发 C先接 那么第二局的第一球 就一定会是 朱先发 B接球 第三局呢 又会回到A发球 C接球 跟第一局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并不会有那种2x2的四种组合 好的 五点讲完了 那我总结一下 转 有两个 一个是发完球要跟队友换位置 一个是两个右撇子要顺时针旋转 跑位的方式呢 只是原则 难免会因为有球的路线不同 还有个人的打法不同 会有例外 好的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